一期阅读朝鲜王朝十六 大家好 我是江志恩 跟我一起阅读一期讨论的同学 张元廷同学 大家好 我是张元廷 这本课程 透过我们一起讨论 问答阅读的方式来进行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门课程进行的方式 我们主要使用朝鲜王朝十六 张同学 你进去过朝鲜王朝十六的网站吗 当然啦 老师 我进去过朝鲜王朝十六的网站 那朝鲜王朝十六应该就是史官在国王身边 记录他的一言一行所形成的一个资料 然后再去编转而成的历史吧 对 那我们实际进去看看 那我们先看一下朝鲜王朝到底在什么时候存在的王朝呢 朝鲜王朝1392年7月开始 然后到1910年 但是最后13年左右的期间 国民改为大韩帝国 1897年10月12日开始 然后到1910年8月29日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为止 朝鲜王朝十六的国王总共有25位 第26到第27代的高宗跟崇宗的十六 不列入朝鲜王朝十六里面 为什么呢 这两代国王的记录 编转的时期就是日本的殖民时代 所以日本的殖民时代 编转主题不是朝鲜人 而是日本殖民当局 所以目前的韩国国时编程委员会 虽然在朝鲜王朝十六的官方网站 这两代的十六也一起公开 以便读着利用 但是这两代跟上面的第一代到 第25代的十六记录分开公开的 我们等一下在他们的官方网站里面可以确认 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进去看朝鲜王朝十六的官方网站 张同学你进去过吧 当然的老师 这个朝鲜王朝十六的网站 我们可以很清楚可以利用它 总共有27代国王的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生存年份也很明显 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有些国王的这个是红色的部分 那有几位国王是蓝色的部分呢 嗯 这个我刚刚稍微介绍 太主到折中的总共25代的国王记录 列入朝鲜王朝十六 但是第26到第27代的高中跟纯宗时代的十六 不列入朝鲜王朝十六 为什么 嗯 因为高中跟纯宗的纪录编转 这个十六的主体 不是朝鲜人而是日本殖民当局 所以目前的韩国国史编转委员会 把这两种分开公开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朝鲜王朝十六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边的史冠是韩国人的 后面的记录可能有些记录反映了日本的殖民当局的史冠 那么想看原文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先按下去这个第一代太主 这边按下去的话 移到哪一边呢 是移到这边 太主一年 太主二年 太主三年 然后到太主七年的十二月记录 张同学虽然以前修过韩文课程 但是现在不太看懂韩文 但是请问你 对你来讲 这个可以利用朝鲜王朝十六的网站吗 看起来如何 看起来应该是蛮容易理解的 因为它的这个数字应该就是反映的 比如说这个太主元年 就是七月八月九月这样子的记录 所以我们应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当天或当月的记录 是 所以我们等一下今天的课程最后 直接看七月的十七号第一天的记录 那如果在这里我们点进去七月的话 移到哪一个页面呢 对 对 移到这个页面 对 移到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出 左边有韩文的翻译 但是朝鲜王朝熟日的语言文是中文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史官在国王的身边记录的时候 他们讲的话是哪边的话 应该是韩文 虽然跟当代的韩文有些差异 但是他们讲的韩文 但是他们记录下来的语言是中文 所以会不会感觉他们很厉害 一听韩文讲的话 然后马上用中文写下来 这是应该不容易的吧 那么我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是编年体祭祀 然后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七月十七号的记录如何 然后一握也看别的记录的时候发现 朝鲜王朝史录涵盖朝鲜时代各方面的历史 然后再参考一下 这是韩国国宝第151号 然后也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 编好的朝鲜王朝史录的实际样貌 看一下这个是正宗大王史录 这是我们后来也认识的正宗 但是一开始对正宗的名称是正宗 有关这个名称宗族的关系 我们改天再解释 另外一本是关海军日记 朝鲜王朝史录 朝鲜时代有国王 但是也有军 两位军 为什么他们不叫做大王 或者什么国王 什么宗 什么祖 这个下次也有机会可以解释 这就是朝鲜王朝史录原来的样貌 朝鲜王朝史录的编转 平常史冠每天入朝事奉 记录国王的言行 君臣之议论等等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史草 史草这样史冠记录的内容 除了史冠之外禁止别人越南史草 如果史冠有泄漏史草内容的话 这个是成为非常严重的罪 另外一个编辑朝鲜王朝史录的时候的资料 是春秋館时政纪 然后另外一个成政院 成政院应该可以说秘书史 他们记录每天出入的文件 亡命等等 所以这种史草春秋冠史政纪 成政院日记等等的资料 来编转朝鲜王朝史录 平常国王驾崩以后 下一代国王在在位的期间 临时设置史路亭 编转前一代国王的史路 所以也可以说 国王存在的时候 不存在对他的史路 所以太祖史路也太祖不在的时候 驾崩以后开始设立史路亭 然后编转对他那一代的史路 朝鲜王朝史路这样编转以后 在哪里典长 我们先看一下前期的部分 前期就是战争爆发战争 这个人杖窝乱 之前跟以后 典长朝鲜王朝史路的地点改变了 张同学你看过朝鲜时代的地图吗? 有的有看过 稍微介绍一下 前期在首尔春秋館里面 应该这个是街头 那么这样编转的朝鲜王朝史路 要怎么典长 看一下这个韩半岛的地图 所以先有一个首尔春秋館 官府里面典长 然后剩下中州、泉州、新州 俄国人是分山在各地方 这个要防止 如果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火灾 就所有的版本都被烧掉 所以如果在新州的部分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全州的部分 那两个有问题的话 可以中州的可以留下来 然后他们都不行的话 可以把首尔的部分留下来 那实际上发生过这种危险的事 那人从后来 1592年 日本从这边来入侵朝鲜的那个战兆 那个时候 剩下来的就是全州的版本 但是有点奇怪 发生爸爸这个战争的时候 怎么会这三个都不行 只有这边全州的版本留下来的呢 总算他们战争结束之后 把全州的版本来重新做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应该觉醒 不能把这个朝鲜的朝鲜路放在平地 所以他们那典场的地点改为山里头 所以这边江华岛这边 然后太婆山这边 然后赤掌山 然后五台山这样子 但是这个地图不一定刚好那个时候的地名一模一样 现在不容易找到刚好地名一模一样的地图 谅解一下 我刚刚说 全州十库的 朝鲜王朝十路留下来的 这个朝鲜王朝十路都被烧架的 那个战争期间 怎么会全州的十库里面的朝鲜王朝十路留下来的呢 这边要记住一下这两位一般的儒者的名字 这个因为这两位儒者安逸 孙宏禄 这两个人花自己个人的财产来 把十路移到山里头 然后因为有他们的辛苦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阅读朝鲜王朝十路课堂上 可以阅读朝鲜王朝十路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 他们不是担任保存朝鲜王朝十路的官员 他们是一般的读书人 但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 为了把这个历史记录 珍贵的这个历史记录留下 留给以后的韩国人 所以他们努力去做 这个资料来源 韩国文化财产里面的记录 如果有人想看看 对他们的具体的记录的话 请去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阅读朝鲜王朝十路的第一天记事吧 我刚刚说 朝鲜王朝十路第一天 几年几月几号 1392年7月17号 有什么样的记录 张同学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的 十七日秉申 太祖即位于寿昌宫 先是四月十二日新卯 功浪将信太祖帝 至久与之同盟 遗仗以列 好 十七日当天是秉申日 太祖李称贵姓李的地代国王 他朝鲜末起的武将出身的 他登基在寿昌宫 先是前几天 就是这个月十二日新卯日 功浪 功浪是谁 这是高丽朝最后一代国王 功浪王 但是开窗 新的王朝的人 不认定这个人 是一个可以值得被认定的一个国王 所以在这里 拿掉王这个字 去太祖的自宰 放酒 想要跟他同盟 一战一列 继续 世宗是官民 裴克林是人民 除了他之外 也有很多人 等等的人 跟王大飞讲 目前的国王 目前的国王是哪一位 就是功浪王 所以军道已施 人心已去 他不可为设计 生命的主人 秦废瑞 所以 所以王大飞 他允许 他们奉 奉王大飞的命令的方式 来被功浪王的王位 四季定 南宁岁 门下坪里 正稀起基教 至北权洞时 作弓宣教 弓浪浮 听命约 于本不遇为君 群臣强于益之 于信不敏 慰安四季 其五五臣下之情乎 因气夙航下 遂训于元州 四季定 南宁 人民 他可能是支持朝鲜开创的 支持李承贵的人士 他跟另外一个曾希奇 这个人是当时的官民 曼一下坪里 正稀起 他们一起带轿子 这是王大飞的轿子 去北圈东 石做工 当时的国王在的地方 应该这边 公让王在这边 宣教宣布这个轿子 公让王他听命 他解释说 我本来不想当国王的 但是群臣都强迫我登基 我本来不是很聪明的人 不懂事迹 所以我怎么能够 不违背 承下他们想要做的 然后他流眼泪 然后他离开宫廷到圆州 圆州现在的张元岛那边 韩半岛的东边 然后呢 百官奉传国喜 至于王大飞殿 述物旧禀裁决 仁臣大飞宣教 以太祖兼入国事 百官奉传 百官奉传 国喜国宝 然后放在王大飞那边 因为现在公让王已经不是国王 所以所有的事情要听王大飞的命令 所有的事情都由王大飞来盖帐 然后仁臣那天王大飞宣教宣布说 以太祖任命为建入国事 继续 以为陪克联赵俊与政兆团等 这些非常多的官员 然后明鲁利等大小成了 及贤良祈老等奉国宝义太祖邸 田业履相 所以一位当天陪克联等 这么多的支持李太祖的人 他们然后再加大小成了 当时当官的人 以及以前当国高官 但是现在没有官职的人 也都来找李太祖 然后奉国宝到李太祖家 然后他都塞满他家里门前 大师县闽开独鼓乐 行于龙舍 衣手不掩 引玉击杀之 殿下曰 亦不可杀 立子之 继继续看一下 当时官职大师先的明开 这个一个人不太开心 不开心的心情已经表现出来 然后他的站姿不佳 然后不说话 所以支持李太祖的人 他想要击杀 杀掉这个人 但是李太祖吧 殿下说 照我印尼来讲 不可以杀掉他 所以他没有杀掉 四日 四族亲父 亲出父业见 太祖与康飞 方响水浇饭 朱妇皆惊恐 从北门上去 太祖闭门不纳 当天的情况有什么样的 当时他们进来要建议李太祖 李成贵当国王的时候 他们刚好他们亲戚 一起来李太祖家 然后太祖跟康飞 是他的妇人 刚好要吃水浇饭 可能我们去日式餐厅的时候有茶泡饭 应该代替茶 他们家水浇饭 水浇饭 这个代表他们刚好要吃的东西不是大餐 而是很扑速的水浇饭而已 刚好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别人这么多人来 所以祝福都很惊恐 然后从北门上去 太祖的态度如何呢 他非常欢迎这个人群 然后想要当国王吗 不是这样子 他闭门不纳 自晚 可怜等排门直怒列停 至宝听世上 太祖恶惧失措 福里天佑 禅出请门 百官罗拜 几股乌万岁 太祖圣口 无地自容 继继续 他们这样 太祖他不想接受这种建议 然后到晚上 所以到晚上 到了晚上 就佩克里人的支持他的人 他们已经排门 然后直接进来 然后把国保 国西放在厅室上 那太祖的反应呢 太祖完全没有预料 所以惶惧失措 他没办法一个人出门 所以别人附他 李天佑 附他一起出来 出来以后发现 百官罗拜 然后他们打鼓 保护万岁 太祖的反应呢 他继续很 这个 惊恐 然后 看起来他 无地自容的 样子 克里人何时劝敬约 国之有军 尚以奉设计 下以安民生而矣 高丽自始祖开国 将五百年与之 自功敏王 无子报封 其时全臣用事 欲不及宠 乍以妖身 新敦子余 称功敏王后 窃居王位 十有五年 王氏之事已废 予乃之行暴虐 杀戮无辜 自新军旅 攻打辽东 围攻守畅大义 以为不可犯天子之境 回军 所以他们继续强迫 李成贵 让他当国王 他们的说法又如何呢 他们说 这个国家有君主 为什么需要 上以奉设计 下以安民生 那高丽朝的目前的 他们对他们的观点来讲 目前高丽朝的情况如何 一开始开国 然后到五百年 但是到了公民王 高丽朝最悟第四代国王 他没有儿子 暴风了 然后他们在这里 主张 比较可怕的内容 他们说 当时掌权的臣下 他们用事 想要 巩固 国王 对他们的宠爱 所以在 要生 新存的儿子 吴 或者鱼 韩文的发音是吴 但是不晓得 这个字的发音 我暂时叫做吴 他们说 这个吴 本来是 新存的儿子 但是他们 说 他们主张 这是公民王的后代 然后 窃居王位 15年 他 在月15年 所以 王室之士 以废语 吴 吴 吴 王他执政 的 情况 好不好 不好 之行 暴虐 然后 很多 杀掉 很无辜的人民 然后 最不好的是 他 新军力 然后要 攻打 辽动 辽动 是中国的领土吗 所以他要攻打中国 这个时候 攻 就是李成贵 李太祖 他 主张 大义 然后 说 不可以侵犯 天子之警 是中国 然后 把军队 调回来 鱼 鱼乃 自知其罪 广惧辞退 乃有李瑟 曹敏修 等党 与 新鱼 欺负 李铃 福利 紫仓 王室之士 再废 好 当时 吴王 已经知道自己的罪 然后他航空 辞退 离开以后 又支持他的李瑟 曹明修 他们要 这个吴王的乐府 一起复利吴王的儿子 的昌王 所以 这个朝鲜王朝十路 太祖十路的第一天 记录的人 编撰的人 他要主张 吴王跟昌王不是王室 但是 他们是新屯的后代 所以 他们说 在这里王室之士 再以吃而备了 当天 此天以王位命宫之时 而宫千让不居 推待定仓府愿君 全宿国室 宿基指奉社稷 抵安森林也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时候 刚好 李成贵可以当国王的 但是 这个公 李成贵 他千让不居 然后 推待另外一个人 就是定向普愿君的 公让 然后 让他掌管国事 这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把设计声明稳定下来 好 浅浅祈祷 引夷 引出等 逃入中朝 望述本国以判 请亲王奉天驾兵 将遇掃当本国 之前 欣吴欣云 她已经 她的罪障 中硕周智 但是 她的李瑟 五仙堡 这种人 他们还不知道 然后他们想要 赴回她的王位 这种罪已经都显出了 所以 那那个时候 他们也还 避免处罚 所以 偷偷派他们党的 民意 李初 等等人 然后 逃入 中国 然后 忘述 本国 就是这个 高厘朝 已经被判了 然后 请他们说 请亲王 动 天下病 然后 要扫荡 高厘 有 这样子的行为 我行奇迹 则设计将至于秋须 生明亦彬云 敏灭云 是可能也 殊不可能也 如果 这种他们的企图 如果 有结果的话 高厘朝的设计 生明都已经 明灭了 那 如果你 可能 这种事情 那 什么都不可能的了 建官 限师 交章 齐寝 以色玄宝等 得罪设计 疑获生灵 疑正其罪 疏述 实上 定昌君 乃以阴雅之故 取法周固 藏族言官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的罪障很明显的 所以 建官 然后 限师的 又 担任 建营的 官员 都 报告 他们的罪障 但是 最后 有没有被惩罚的 没有 定将军 这是公浪王 因为他们是 尹雅之故 保护他们 反而 他 触发的 惩罚的是 建官 现在 目前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 由是 兼党 募列周外 亦不畏法 金中眼在逃 结党而窜 金兆福等在内 不应其变 破乱之心 日生不移 所以 记录者 编撰者 他们想要表达的 那 这个情况 越来越严重 所以 他们都有 罪的人 没有惩罚 也没有反省 然后 他们的监党 都 宫廷里面也在 外面也在 他们不怕 违法的 然后 有些人 金中眼 他们 逃 结党 磨乱 然后 金兆福等人 在里面 回应他们 有 这种 过乱的 不断的 发生 并昌君不顾 社稷 生灵之大祭 欲誓 食恩 以收人望 苟有 伴法者 必皆圆免 取家 左用 书 所谓 孤桃主 翠冤首也 以定福利 之策言之 则公债于社稷 举翼回君也之 则 折家于生灵 何乃过听左右 父事之前 必欲置之死地 仍有党职不阿者 亦皆醉之 禅 献得至 忠良丧气 正行 运乱 名无所措其手足 上天前告 新闻履愿 妖孽蝶座 丁强君 他现在不顾设计生命 然后 只考虑 世人之间的恩怨关系 来 受到 人望 所以 如果有 办法的人 他都原谅他们 更加 聘用他们 所以 这种情况 可以比喻 给苏金 所谓的 不逃主 垂渊寿 这个就是他为了逃亡的罪人的族人 罪人都聚集到他的周围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 那在这边在谈 李太祖的贡献 李太祖他 他 定附立之策研 这是什么 他把定向军成为国王的 这种他的策略是他的功在于设计 然后他本来率领军队要攻打 聊动 高丽朝朝廷下令 李成贵 让李成贵 来攻打 聊动 但是 他 调会军队回来 所以这个调回来的贡献 他的恩责 加于生命 他一直过听 左右的 妇人或者宦官的餐言 然后想要听他们的话 来把李成贵也放在实地 然后不恶者他都要出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常常说餐言的人得志 但是中良的人士都丧气 正行温暖 老百姓都无所措其手足 所以结果上天常常谦告 所以新闻律变 妖孽不断的出现 定昌君自知军道理师 民心已去 不可以为社稷森林主 退救师弟 为君国之物 自繁自重 不可一日而无统 以己王位 以父神人之望 所以定昌君 他已经知道 他军道已经失去了 然后民心已去 所以这边想要表达的是 他不是被强迫 让位 而是自己觉悟 自己知道自己的罪障 然后为了设计生灵 他没办法继续当设计生灵的主人 所以自己吃退 然后别人认为这种国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不可以一日国王不在 所以想要强迫李宗贵来当国王 但是太祖的态度如何呢 太祖故拒之曰 至古王者之心 非有天命不可 于是否得 何敢当之 所以不应 太祖拒绝了 他说当国王 一定要有天命 所以我的这种平德 没办法当国王这个地位 大小成僚 贤良祈劳等 永违不退 劝尽一切 至四日 太祖不获以信寿昌宫 百官 般言于宫门夕 但是很多 当时的成僚 然后以前的成僚 大家都支持他 然后不退 一直劝他 你要当国王 越来越强 所以当天太祖没办法逃走 只好去寿昌宫 然后在百官都欢迎他的情况下 他可能等一下登基的 太祖下马步行 入殿几位 必欲坐立营内 受群臣朝贺 所以他非常谦虚的态度来接受这个王位 命六朝叛书已上升殿 未曰余为首相 由怀替律 常聚不克尽职 其意今日乃见此事 余若平康 匹马可避 至今离籍 手足不能自用 乃至于此 亲等于各一乃心力 以辅良等 所以他说 下令说 六朝盘室以上的 管子的人升殿吧 他说我以前当首相的时候 也很怕 没办法 敢当 但是完全没有预料过 今天发生今天这样子的事 如果我非常健康的话 可能起码逃走 避免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身体 情况不佳 所以只好接受 这种大家的建议 所以请大家要补我的两得吧 乃教前朝中外大小成了 仍旧逝世 遂还余底 然后他最后下令说 前朝高丽草的中外 草顶里面或者地方 大小官职的人 仍旧做事 不用惊恐 所以然后他回家了 那么思考一下 我们刚刚阅读 朝鲜王朝十路 第一天的记录的时候 发现什么 历史记录 是否是历史事实本身吗 还是历史记录 就是记录者的观点 来描述当天的事而已 然后在朝鲜王朝十路 第一天祭祀 记录者想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 我们思考一下 然后下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谈这个问题 我会想要表达的意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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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要表达的意润